娜娜在这个话题里面那几句发言我们觉得还挺好 您还记得吗 我记得 我觉得你知道吗 这就是18岁的优势 18岁叫出生牛犊不怕虎 就你们爱说什么 对我来说根本就不重要 因为你们带了你们自己太多的人生经历 社会背景 地位的负担 明星的光环和偶像的包袱 这些都不重要 对于娜娜来说 我特喜欢娜娜的性格 娜娜的性格有点像个男孩 就是特别简单直接地说 我自己的那个感受 而且她说的是真的 她没有那么多社会性的东西因素在里面 但其实娜娜是一个情商很高的人 就是我这么多次录制以来 我发现她很敏锐 她对于现场每一个人的情绪波动 是特别敏锐的 有一场亚东老师 就是被那首歌一下给戳中了 然后就开始哭的时候 我其实是对着清风和乔山在说话的 然后是娜娜戳了我 然后我们俩一回头 我一看 亚东老师就是 叫做痛哭流涕也不至于吧 至少是在那掩面而泣 然后我们就不说话了 就看着亚东老师 我觉得这就是娜娜那种细心